马云是一个完全不给人距离感的人 我第一次见他应该是一次普通的一个吃饭 这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我说天哪 我说马云就穿成这样 就穿得特别破烂这样 那个黑色T恤衫 我觉得至少穿五年有了吧 然后一个运动裤 当时就觉得哎呀 穿成这样 真的让人挺想买钱 又不送给他的 但是他 你跟他一聊天 你就发现他并不需要 就要穿成什么样 他没有觉得自己多么的跟别人不一样 这个特别的珍贵 也特别不容易 比如说以我来说 或者我们这个行业 比较受人走目这样子的 就很容易这个人就是 明确的自己 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甚至觉得自己不是人类的 都有可能 但是马云给我的感觉 就是说是 他从来都是没有当自己是一个 多么与众不同 或者是比别人要优越到 什么样子的一个人 他跟我讲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 他说他第一次准了一笔钱 是两千五百块钱 然后他就跟他媳妇聊 在家特别高兴 然后就把两千五百块钱 像拍电影似的 往天空里面一撒 看他慢慢飘下来 他那个行为是浪漫主义的 你知道吗 不是说立刻买双鞋 然后立刻去改善一下生活 他做了一个很浪漫主义的行为 在我看来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 有理想有梦想的人 他身上有很浓重的老师的气质 他讲话 清清思想非常明确 就不会漫无边际 没有重点 非常会提纲窃领这样的 另外让我很意外的是 他的歌唱得非常好 尤其是蒙古长调 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强重的一个人 但是长调的 延绵的那个时间和长度 对活量非常好 如果全世界多一点的国家 或者是地方 能够使用阿里巴巴这些东西 成为其他国家人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相信就中国所有企业家的梦想 可能就是马云尼这个梦想 就比别人要近一点 我也忠实地希望 有一个中国的人 使用跟拥有的一个东西 能够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去 感受它的好和享受它 并使用它 感谢观看